如果你毕业之后想干航空想造飞机 到东北可以去沈阳去哈尔滨 到西北可以去西安去汉中 到西南呢你能去成都 那你说了我是广东人是湖建人 毕业之后想在东南地区造飞机 咋办呢不得不说 咱们的航空制造业在东南地区确实相对落后 其实是往大的看啊 东南地区落后的它也不只是航空制造业 整个军工行业在那边都不咋地 具体原因你这么聪明估计也能猜到 不过现在相比以前也好一点了 广东的珠海在2012年成立了一个主机场 叫华南通飞 这段时间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水陆两栖飞机AG600 就是华南通飞前头研制的 但是必须得承认 在东南西北这么多飞机主机场里面 通飞的实力以及存在感都可能是最弱的 看视频呢肯定有航空航天专业的学生 你就说你有没有听说过珠海的这个主机场 然而咱把格局打开 跨过台湾海峡 再看中国的航空制造业格局 就能发现啊 这东南地区它一点也不弱呀 改变这个格局的就是咱们这期的主题 台湾航空工业 有点长你忍一下 人类真正发展航空制造业是20世纪之后的事 满大满算也就100来年 而在这100年里面台湾在前50年都没打参与 从1895年开始 这个岛就被日本人给占了 在日本同志时期 台湾没啥正经的航空制造业也不可能有 殖民地的人民不需要思考人生的意义 也不需要带头探索人类科技 最重要的是要好管要服管 而念过书上过学的人往往还不好管 如果不得不接受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 就尽量学一点人畜无害的专业 像师范或者医学 台湾不就有个老领导 还去日本留过学 学的专业就是农学 在这个背景下 你在台湾学航空航天 学造飞机造火箭 你说你想干嘛 大日本皇军也不缺这几个臭话图的 台湾航空工业的起步其实是跟着蒋总统从大陆过去的 在之后的短短几十年 台湾的飞机制造从一片空白到研制出亚洲第一款三代战机 让台湾老表很激动 这一段发展史说来话长 但并不复杂 1939年 国民政府在成都成立航空研究院 1946年 在南京成立航空工业局 1949年 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把这两个航空研究单位打包给搬到了台湾 经过好几次的变迁 1996年 也就是第三次台海危机那一年 台湾的航空研制团队拆分成了两大机构 分别是汉翔航空工业公司 以及后来的中山科学研究院 在岛内 中山科学研究院一般都被称为中科院 这跟大陆的中科院不是一回事 你别搞混了 刚开始汉翔是台湾的国企 但到底算不算央企 海峡两岸的兄弟们意见可能不一致 2014年 汉翔改成了民营公司 也顺利上市了 一直到今天 汉翔都是台湾航空工业的扛把子企业 也是岛内唯一一家大型飞机制造公司 看到个数据 在2022年 汉翔的员工总数大概是5200人 这个数量对于照整机来说 我觉得确实差点意思 举个例子 西安的西非 它的员工数是2万多 汉翔的4倍 而成立10年出头的中国上飞 员工总数也达到了1万多 当然 人多不一定好办事 人多也不一定力量大 但是人少 那好多事肯定不好办 台湾啊 它毕竟只是个岛 人口也就2千多万 都没有上海多 说实话 能凑够5000人 已经不容易了 2021年 在全世界一大群航空制造企业里面 汉翔的营收排到了63位 这个名次啊 你要说高吧 那指定说不上高 咱大陆的航空工业集团 排名可是13位啊 但是你要说低吧 它比日本的富士重工 也就是现在的斯巴鲁 还高了十几名 和偏制造的汉翔相比 偏向研发的中科院 才聚集了台湾的主要科研力量 台湾的中科院下面有很多所 像航空研究所 火箭研究所 通信研究所 化学研究所 等等很多 在台湾学航空航天出身的硕士博士 毕业之后 估计还是去中科院的更多一点 台湾这些年生产或者研制的飞机 不是很多 比较有名的 像上个世纪70年代 在美国的授权和帮助下 生产F5战斗机的升级版 第一架飞机出厂时 凑巧赶上了老总统88岁大寿 这些升级后的飞机 也就被命名为了中正号战斗机 13年的时间里 中正号一共生产了300多架 这些飞机啊 让台湾老表面对海峡对岸的米格21 或者说歼7飞机 有了很大的安全感 除了把老大哥的飞机直接拿来造 在同一时期啊 台湾也有自己研制的飞机 比如AT-3 Attack and Trainer 攻击教练机 当然 这个飞机也不是台湾独立研制的 离不开好大哥美国的协助 飞机的很多设计 参考了F5战斗机 甚至很多零部件都是共用的 AT-3研发的前几年 台湾无奈退出了联合国 研制期间 曾经一口一个小甜甜的好大哥 却当着全世界的面 开始叫自己牛夫人 听到这刺耳的三个字 台湾老表岂不打一出来 一怒之下 把AT-3飞机命名为了自强号 最终自强号飞机生产了60架 在这之后啊 台湾还对自强号进行了升级 研制雷鸣号攻击机 但是巧了 飞机马上量产了 好大哥突然找上门 说刚才外面人多 说哥不对 这次我来赔不是突破了重重阻力 能卖给你200多架F5战机 你看这诚意 足足200多架呀 好大哥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台湾也不好说不要 最终200多架F5到位 不对就不缺飞机了 设计好的雷鸣号攻击机 就难产了 黄了 这一批F5飞机用了几年之后 台湾就觉得这飞机有点过时 于是就提出想买点更好的飞机 比如美国的F16 可惜好大哥又没给面子 说我这刚跟大陆签协议 不能随随便便卖给你军火 台湾老表气不打一出来 一怒直下 说你不卖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准备举全岛之力 研制自己的战斗机 美国一看兄弟生气了 赶紧就说 刚才外面人多 是哥说话重了 那啥 你要自己研制也行 我给你拍点有经验的工程师 输出点技术 也算是赔礼道歉了 然后就促成了大名鼎鼎的自制防御战机计划 英文简称IDF 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武器研制计划 希望研制一款性能不比F16差的战斗机 在美国的协助下 经过9年的努力 1989年 亚洲第一款三代战机IDF成功首飞 比咱们的歼10早了差不多10年 由于这个飞机是蒋经国拍板研制的 最后他的继任者 也就是那位学农学的台湾老领导 把IDF战机命名为了经国号战机 英文简称FCK-1 第一个F代表啥意思 我就不解释了 CK是经国两个字的拼音缩写 注意啊 这个拼音不是咱小时候学的汉语拼音 经国号战机 毕竟是在美国的协助下开发的 飞机很有美国味 比如机身的整体气动外形 就是基于F16改的 而飞机的心脏发动机 也是美国提供的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经国号战机的最大缺点 就是得了心脏命 美国不愿意给大推力发动机 说你什么档次跟我用一样的机器 最终经国号两台发动机 加一起的推力 相比F16的单台都差了一大截 后来呢 美国也同意 在后面给经国号 上推力更大的发动机 但是巧了 在提供新发动机之前 美国又同意把F16卖给台湾了 而且台湾还从欧洲买来几十架 换营两千 这导致经国号飞机的订单量 从最开始的250架 砍到了只剩130架 好大哥许诺的大推力发动机 一直到1999年飞机停产 也没能用上 到这儿 台湾的航空工艺就介绍差不多了 在经国号战绩之后 最近三四十年 台湾就没再研制什么新机型了 主要的项目就是对已有的型号 进行一下升级 比如飞机的航电了 飞控了 雷达了啥的 你想四十年没有新型号 什么概念 咱一个人的职业周期也不过就是四十年 这意味着在台湾的航空工业同行 是会出现人才断层的 当年搞飞机 虽然都有好大哥的协助 但是台湾的工程师 毕竟还能经历飞机的整个开发过程 还是会熟悉系统工程那一套东西 像台湾岛这个体量 想靠自己的力量把包括发动机在内的大系统都给搞出来 也不现实 自己能掌握整机集成的技术 已经是顶天的成就了 没有新的型号 往大了看 行业就没有发展机会 往小了看 打工的人就没法挣钱养家 最终呢 就有一波当年参与过金国号战机研发的工程师 去了东方某大国 韩国 去打工 参与研制了韩国的T50教练级 前面说的都是台湾的军用航空 他们也有民机业务 当然不是整机 体量不允许 主要工作是转包生产 说好听点就是各大主机场的风险共担伙伴 比如给空客A320造机身段 给波音737和747造舱门 给波音787造机翼附件 给庞马迪的公务机造机尾 另外汉翔还是日本已经谎调的支线飞机三菱公司MRG的供应商 除了整机啊 汉翔还是两大发动机巨头 英国罗罗和美国机翼的供应商 给他们加工发动机的机匣 业务都不是特别大 主要突出一个雨露均毡 台湾的航空工业研制力量 相比大陆来说规模可以说小之又小 几十年前还能给大陆一些压力 现在几乎已经躺平了 但是换个角度 你说咱大陆的哪个省敢说自己的航空工业实力比台湾省强呢 若干年之后 这个岛上的航空研制力量 可能成为中国航空工业在东南地区强大的分支 以后各位同行找工作会多一个很好的选择 当然也有可能在炮火中成为一堆瓦力 无论什么结果 这都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的选择和努力结果 这个话题太大 说多了迷糊 下面聊点小的 进行好的观众可能会记得 在大约一年前 我在某一期节目里 推荐过台湾一个小伙写的电子书 大家热情很高 很多人下载 一年之后 让我很意外 这本书竟然出版了 名字叫《战斗机设计与运作原理》 封面的这个飞机啊 就是台湾的金国号战机 作者王浩天同学 从台湾把书给我寄了过来 哎呀 真是费了老鼻子劲 第一本寄丢了 第二本用了整整一个月 才到我这 我走路都没这么慢 这是我第一次完整的看完一本繁体书 很意外 读起来很丝滑 和简体没啥区别 王同学现在还在读研究生 这本书是他大次毕业之后写的 很佩服一个本科毕业生 能写出这么系统完整的书 这一点比我强多了 这本书啊 很适合作为入门读物 让你完整的认识一架飞机 讲究个拳 但是不深 因为它的每一张 你单独拎出来 都能作为大学的一个学科 台湾的朋友 这本书肯定是可以随意买的 另外 我在咱们大陆的购物网站也搜了一下 竟然也能买到 你可以试一下 说实话 价格小贵 你量力而行 现在纸质出版业很不好干 他出这本书 还没有用这个时间去送外卖挣得多 更何况啊 这本书的目标读者 还是一群理工科男生 兄弟们都惊得跟猴一样 只要不让他出钱 你说你是玉皇大帝 他都信 话虽这么说 还是鼓励有条件的朋友去支持一下 如果你喜欢飞机 那么买来正好 如果不喜欢 钱包允许的情况下 哪怕买来盖泡面 无论你吃的是康师傅还是统一 这泡面都会显得更有营养 今天我还请王浩天参与了咱们这期视频 关于台湾航空工业的学习和就业情况 他来回答会更有说服力 小伙子没我脸皮厚 不好意思出镜 下面这一段 大家给个面子 就当成是现场连线吧 大家好 我是战斗机设计与运作员林那本书的作者 王浩天 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见面 先问你第一个问题 关于上学 大陆的航空航天类大学 主要有北航南航西工大以及哈工大 台湾有哪些学校开设了航空航天专业呢 其实台湾开设的航空专业的大学并不多 那以台湾最顶尖的四所大学 也就是台新教程 台湾大学 清华大学 教通大学 跟成功大学来说呢 只有成功大学 也就是我们学校 有开设航太系 除了成大之外 淡江大学 台北的淡江大学也有航太系 那台中的冯甲大学也有航太系 但是整体来讲 在台湾就是不多 第二个问题 关于留学 在大陆这边 如果是航空航天专业 想出国留学是很困难的 尤其是去欧美 因为人家根本就不让你学这个专业 除非你换方向 我的西工大本科同学 好像就只有一个留学了 还是去了莫斯科 不知道台湾是什么情况 也会受限制吗 台湾的学生到国外去 想要学什么都不会有限制 所以不会有说 选航空类的就不让选 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据我所知 但是如果是就业的话 如果要在国外的军火商就业 可能就会比较敏感一点 所以据我所知 仍然是比较困难的 那留学的比例的话 以我身边来说吧 差不多十分之一左右 那出国的人 其实这跟他的人生规划也有关系的 就是看他可能想要回来国内当教授 或者是他可能想要移民国外 那出国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美国 我很少有听到欧洲的 第三个问题 关于就业 大陆的航空航天专业毕业生啊 转行比例还是挺高的 俗话说 360行航航互联网 而且从航空航天转行到互联网 也没什么太高门槛 也有很多人去了车企 留在本航继续干的 一般都是去航空航天的研究所 关于这一点 那台湾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其实大部分的毕业生 毕业以后都是到了科技业 也就是到了半导体行业这样子 所以大部分都转行了 那当然这是因为 台湾的半导体业发展的比较好 那也能够给出比较好的待遇这样子 那如果说没有转航 待在航太业的话 我个人听说比较多的都是去中科院 算是政府的一个机关啦 它是从事军事方面的比较多 中科院有坐飞弹 也有坐飞机 他们坐飞机是无人机 军用大型无人机 飞弹的话就是什么天宫山啊 反空飞弹啊 或者是雄风山反舰飞弹 或者是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巡弋飞弹这样子 那汉翔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汉翔 汉翔比较少 汉翔现在就是 之前是做金国号战机 但是做金国号战机的时候 中科院他也是有参与的 那后来 那个时候还叫做航发中心 后来可能汉翔之后 他们就开始负责金国号战略机的一些性能升级跟维护的部分 那还有就是一些民航战机的业务 或者是帮Airbus外包一些飞机临组件的制造 汉翔的强项主要是在机械加工 这一部分 那当然最近几年开始 他们有新的业务 包含帮F16升级成F16V 还有就是 永因高药剂的部分 这也是他们最近几几年比较新的这个业务 但是整体来讲 我们承担航太去汉翔的人并不多 最后一个问题 有点俗 关于工资 在大陆这边航空航天行业它的待遇和互联网行业比不了 但是相比传统制造业来说还可以 衡量一个行业待遇高不高 我有个判断方法感觉还可以 就是用平均月收入和当地的房价相比 如果月收入能买一平米房子 那肯定就算高收入 无论在一线还是三四线城市都差不多 台湾的航空航天待遇怎么样呢 待遇的话 我们就说汉翔 汉翔好了 汉翔我不晓得他们具体薪资多少 但是并没有到很多这样子 那应该也就五六十万吧 一年台币 那中科院的话 中科院的薪水似乎是可以查到的 以硕士毕业来讲 圈列被一个月大概五万或六万 所以一年也是会比汉翔还要高一点 但是跟半导体比起来的话就差很多了 半导体就是 在科学园区里面但功能是 以硕士毕业来讲 一年的年薪 应该八十万到一百二十万是没有问题的 通常都会有百万以上 应该都没有问题 百万台币一年 那如果多做几年的话 三年五年的话 或者是时间一久 应该一百五十万一年 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甚至说 如果顺利的当上主管职的话 在半导体业一年赚个两百万 或甚至三百万 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所以说 这个待遇仍然是差很多 那台湾的房价 其实台湾的房价这个比较难以估计啦 就是不同地方的价差会比较大 那有的人他就选择通勤这样子 所以他可能住在比较远的地方 所以这比较难 比较难做音的这个相比的部分 那以台北市来说的话 那以台北市来说的话 买一栋房子三四十坪的话 三四十坪就差不多是 一坪差不多就是三平方米这样 三square meter 那所以在台北三四十坪的话 可能就要两千万或三千万这么多 那在中南部或者是在一些交学一方 当然就会比较便宜 可能一千万就够了 可能一千五百万 这就不一定 这个不同地方 它的房价差异是很大的 好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哎呀回答的真好 多实在意小伙 期待我也能去一趟台湾 和王同学面鸡一起吃饭吹牛逼 这期视频实在是不短了 如果你能坚持看到这儿 那肯定是真爱粉了 欢迎去支持一下台湾小老弟的作品 或者给咱这个视频点个赞 或者打赏赞助一下 非常感谢 主老板一台生两个 我是马卡业 那下集见啊 欢迎订阅 这些节目 还没见词 咱们 这些节目 这些节目 是 这些节目 也不知道 是